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现在正在积极地寻找这名男子 那么他的法妻被发现被人用尖刀刺死在自己的家中 地址是6800号Airport Boulevard 那么被发现的原因是因为这名女子一直没有回复家人和朋友的电话 于是他们请警察去到家里面做Welfare Check 结果当刑警进去之后发现女子倒在雪坡当中 已经是回天乏术 那么现在警方正在找他的先生 好 另外呢可以看到是一名年仅17岁住在San Antonio的男子 叫Nathan Cruz 他是这个在Uvalde屠杀案凶手的cousin 应该是他的表弟 当时发生在Uvalde的这一项血童屠杀案造成了19人丧生 凶手是Salvador Ramos 而Nathan Cruz呢 他在日前被自己的母亲报警 因为他威胁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妹妹表示将会开枪打死他们 并且将会做向自己的表哥同样的事情 那么现在他已经被逮捕进入Baxter County Jail 将会接受审讯 在休斯顿的L Former Wear 这是专门出租宴尾服或是可以说是正式男子西服的店面 突然在昨天没有任何的预警之下关门了 那么让许多即将要有像是婚礼或是正式宴会的男子们 感觉到非常的讶异 那么L Former Wear呢也没有给出任何关门的原因 另外在Texan足球队他们的一名minority owner 大概是股份比较小的东主呢 现在在肯塔基州被多起的性侵案件起诉 那么他将会面临在8月22号的开庭审礼 他是今年53岁的Javier Loya 好那么由于休斯顿和整个德州东南区非常的炎热 并且是十分的干燥 那么在过去7天内可以说是有许多的草原大火出现 Texas A&M的森林服务中心表示 总共有80个Wildfires 那么而其中有这80个当中呢 有41个是从上个礼拜五才开始的 到目前为止 还有8个至少人在燃烧当中 已经烧毁的这个平地或是森林呢 已经超过了8500英亩 所以现在许多的德州的county郡县呢 都已经表示要特别留意 有这个burnt band 就是不准居民做户外的这个烤肉等等 现在只有Brasoria, Harris和Fortbank County 还没有这种禁止居民户外烤肉 不过相信不久之后呢 在这个星期Harris County将会加入Burn Band的行列 目前在休斯顿有四个消防大队参与灭火的行动 居住在Deer Park的居民 已经从昨天开始进行了Stage 1 就是第一级的防汉措施 那么要求居民们自动的节约用水 在早上10点到晚上8点之间 最好不要做任何的浇草或是庭院浇花的行动 而在10点之前或是晚上8点以后才进行庭院浇水 好,另外Harris County的监狱系统一直是诟病不断 那么现在由民运组织的律师 连同其他的应该是在Harris County服刑 或是等待审讯而离奇死亡的家属 总共有23人联合的对Harris County监狱系统进行告诉 这231页的控诉状呢 详细的描述这些死在Harris County的服刑人 那么他们的家人呢 表示Harris County对服刑人常常进行无故的殴打 并且没有给予适当的医疗协助 造成服刑人离奇死亡的原因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对越境走线的移民的新闻 这些想要进入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呢 他们的拦截行为现在被媒体称为说是越来越残忍 那么德州政府不仅在美墨边境部署铁丝网 甚至当地有人提出将越境者推回边境 可能酿成一道人道主义的灾难 那么加州的少数族裔媒体服务联盟 8月4号举办了线上会议 讨论德州边境正发生的情况 包括针对限制移民申请庇护的诉讼 以及对2024年新总统选举的影响 那么在这一个边境移民的议题上呢 其中还讲到这个边界偷渡费 从原来的500元已经上涨了三倍到1500元 而且这些可以说是凯欧里 或是我们讲到这个偷渡犯呢 如果看到您是怀孕 或是您是华人的话呢 将会要索取更多的经费 那么联邦法官司法部对德州所提的诉讼做宣布 该诉讼指控州长Greg Abbott 在Eagle Pass装设的1000英尺长浮标障碍球违法 并且请法院强制德州政府立即将它撤除 一名联邦法官5号宣布 定于8月22号为此举行听证会 听证之前德州政府暂时不需要撤除球链 司法部的诉讼是根据联邦和川与港口法提出的 Greg Abbott州长在装设漂浮障碍球链 之前没有向陆军公兵署就是US Army Crows来申请许可 因此是非法的行动 但联邦法官并没有要求艾伯特州长将球链 在司法部要求的10天内撤除 而是要先举行听证会以决定球链是否违法 如果法官在听证会后决定球链必须撤除 州政府有10天可以用来做拆除的工作 因此预期这个球链至少会设置到9月1号 好的亲爱听的朋友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博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